下一半怎麼後方有人拚命追趕 直見對方一下車就破口大罵 少年飆罵後又再回頭 從車上拿出了棍棒 想要尋仇泄恨 讓被害人嚇壞了 他其實就沒有戴安全帽 然後是12型闖紅燈 沿路是這樣按喇叭 我就按了喇叭跟警察說 旁邊這一位沒有戴安全帽 就像這樣被扒一下嫌犯的 沒戴安全帽 因此被警察發現 他不滿被害人 一路拿著棍子 從新裝追打到三重 行北十三重 9號晚上發生 行車糾紛 證明17歲少年 無照又沒戴安全帽 騎在新裝路上 沒想到被害人按喇叭 這一把狼一旁的警察 發現少年沒戴安全帽 少年被開攤後 不滿一路追趕 把氣出在對方身上 追趕9公里後 持棍危險 那因為我載著我家的狗 對 那因為狗狗有被 他的喇叭嚇到 對 然後他被嚇到之後 是差一點跳車 醫生喇叭聲檢舉 其實沒戴安全帽 沒想到卻路上 引火上升 險遭毆打 被害人也提告 證明17歲少年 不只被開單 還得面臨恐慌 及公然侮辱罪 記得林志豐 你現在在台北 採訪不到喔